这一集绝对是你派总的高光时刻 派大型变成机器人 大战章鱼哥的垃圾车 观众老爷们 咱嘎嘎嘣 你们压谁能赢呢 咱说谢老板能够多抠 为了省了垃圾袋的钱 那老鞋埋了把他的垃圾 全往一个袋里塞 快赶房子搞 那家伙快冒样了 小海年当脸猪子往里塞呢 咋往下排口都封不上 老张借机解愤 看着小海年就跪着 忽略的财富 跟着小海年每天一个桌子小一脚 繁熟着这么一个金盘脱鞘 再一个毫无保留 义无反顾的这么一个大动作 最后宣保了的干犯人 在这么一个多此一举 屎崩屎没有一片爸爸是无辜的 巨大爆炸声也来了海底垃圾监察员 先确认一下人有没有事 咱说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免一口放嘴里叼叼叼叼 就直到是用省垃圾袋造成的 为了惩罚这仨人 命他们用垃圾车 把整个笔记堡垃圾全部收干净 这么光荣的兼具的胡 老谢也全都推给了老张和小海年 张云哥剔的脸都会当着酒面 只有虎泵的小海年 愣疼愣脑袋当好事似的 臭的张云哥 干脆把鼻子寄成死扣子 海绵宝宝里也竟然出现了鬼娃娃 吓得我后脖梗子发凉 观众老爷们有认识他的吗 张云哥一脚刹车 换小海绵来开船 不过他好像忘了一个重要的事 海绵宝不根本没有驾照啊 方向盘都没碰 咱里面鼠石开了个寂寞 如果卖船的 把整个船行都给一锅端了 老张没挂 挺鼠硬大 小海年大屁股往一拍一拍 拐弯躲人全凭缘分 最后这个急刹车 要不张云哥鼻子会点花活 今天算是落地成格了 人家往里划到垃圾的时候 小海年发现了个诡异的娃娃 确认过眼神 遇见对的仪 打算把娃娃放在车里 当垃圾吉祥物 赵云哥为了偷懒 夹着娃娃回到车里 诡异的事发生了 我好想玩哦 我好想摧毁你哦 这是捡到了个鬼娃呀 吓得老张后背一梁 赶紧撇了 海明宝不晓影啊 还在那哭着哭着干活呢 一个不想信 一下掉进垃圾车里 差点夹成了俄罗斯方块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给赵云哥脑子快残包疆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经过这么多年当老邻居的默契 熟着这点垃圾 那不守哪把侠 经过两人一大天的努力 比其宝惯然一心 现在就差最后一家的垃圾了 那就是派总的石头家 派大星和张鱼哥的大战一触即发 一堆垃圾引发了一场铁三角战争 派总 库登孙有名的护独子 成天救护的那点臭荒的垃圾 晚上留着当夜宵 又来那狗楚气的口吐白沫 张鱼哥拿个小木棍 就把伐狗溜走了 本以为危机解除 可刚一拿走垃圾 派总又不要命的抢 老张激眼 用上垃圾车的夹子 这都没抢过的虎蹦子 直接让派总连根绝来了 这个真是有的虎金 一个魏力户派总换了一身形头 钢铁派兰吉将军 这举动彻底惹怒了张鱼哥 老张头回这么有男子气概 那小海棉都陷进去了 一键开启战斗模式 反派总也不是下大的 啥草面没见过呀 为了点垃圾 不惜跟老邻居大打出手 我万万没想到 张鱼哥竟然没捞到一点好处 谢老板人在家中做 把不添上来 俩人装打着水深火热 难分胜步的时候 老鞋舔个老脸跑来垃圾 张鱼哥看上他 更欺负打一处来了 帮他干了一天 我还得让他死的 拿谁当冤种呢 高铁给他整点 密质皮花凹了 给妹妹这贵气的玩意 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三房的战争 遭殃的还是鄙气保居民 最后自己惹的货 还得自己擦屁股 垃圾捕落地 环境更美丽 进来松开 观音走好